我们今天要谈一个非常重要 其实也是我们这次主题的 最重要的一个点 就是你如果要选择你的未来 那么你的未来将由现在 所做出许多重要跟正确的决定 来决定你的未来 所以我想今天这一堂信息 是非常非常的重要的 你任何的今天的决定 都将深深的影响你的未来 我最近有时候听到年轻人 会有这样的表达 他们说有时候他们面对选择 有一种选择恐惧症候群 你有没有听过这句话 意思是什么呢 意思说通常面对选择有两种层面 一种选择是 你怎么选择都差不多 要去看这场电影 看那场电影 他觉得有些选择是差不多 那也因为差不多 所以就不知道该选什么 但是有一种选择是差很多 因为你要去哪里工作 你要跟谁结婚 这个差很多 但是因为差很多 所以就不敢不知道要怎么选择 所以差不多的不知道要选什么 差很多的不敢做决定 那么总加起来就叫做 选择恐惧症候群 我想可能有一些人也有这种感觉 我认为这是一个多元的时代 那也许我们以前在人生很多的历程当中 没有太多可以选择 不过还是蛮多可以选择的 但是我觉得今天更多的选择机会 放在人的面前 正是因为这是一个更多元 可以选择的机会 好像应该更幸福快乐才对 不是吗 但是反而有时候会让人感到 更加的不安 没有方向感 不知如何选择 产生更多的焦虑 我想这是现代人常有的一种现象 圣经鼓励我们做决定的时候 要仰望我们的神 来做出正确的决定 因为圣经告诉我们说 当你愿意这样子做的时候 神一定会引导你的道路 我们再把今天的经文再读一次好吗 来 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 不可以靠自己的聪明 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 都要认定他 他必指引你的路 请你把他必指引你的路 圈起来好吗 我们当中可能有一些人 你正在挣扎着 做一些很困难的决定 而这个决定一旦做下去 会影响你的人生非常的深远 那么如果你是这样的人 今天的信息对你格外的重要 圣经告诉我们 当一个人愿意专心的来寻求神的时候 神一定会来引导他 会来帮助他做出正确的决定 所以我们现在要谈一谈 到底我们怎么样可以做出正确的决定 第一个我要跟大家分享的是态度的问题 我认为最关键的地方就是 你愿意坚定的来倚靠神 有这样子的基础跟态度 来分辨你现在所面临的选择 其实当一个人愿意选择倚靠神的时候 那么他已经有一个好的基础 他有一个好的开始 透过这样子神会帮助他 就算有时候不是很明白 不是很了解 神也会一步一步的来帮助他 更认识如何做出一个对的选择 圣经有时候告诉我们说 当你在一个对的态度的里面 特别你有爱心 你有真理 你就更多有分辨力 所以一个里面充满正确态度的人 他就容易做出正确的选择 所以爱跟真理常常帮助我们 在判断力上面能够提升 也能够成长 圣经有一段话我蛮喜欢的 我们一起读一下 来 我为你们祷告的是 你们的爱心会不断的跟真知识 和判断力一起增进 使你们能够选择那最好的 这样在基督再来的日子 你们会存全无可指责 圣经上说你在选择上面会成长 因为你的判断力会越来越好 那为什么呢 因为你在爱心上跟真知识上 都不断的成长 你的判断力也会一起的成长 那么这样子你就能够选择那最好的 对我们的生命来讲 常常问题不是选择坏跟好 我们比较困难的是选择好跟最好 常常好会阻止我们选择最好的 那么这就是一个选择很重要的 一个学习跟成长 从这段圣经里面来告诉我们 我们在学习做正确的选择上面 正确的决定上面 我们都可以不断的来成长 所以如果你有这样子的态度 你有一颗这样子愿意的心 那么下面我就来说明几个我的建议 我认为如果你在做选择的时候 注意这几个重点 我相信大部分的时候 你会做出正确的决定 第一个我要跟大家分享就是 理清你的目标意思就是说 你要弄清楚你为什么要做这个决定 那做这个决定你的动机是什么 你想达到什么样的目的 很多时候我们只是一股热情 或是一股脑的觉得 我就是想要这样子 但是我们要给自己有一点沉淀的时间 稍微想一想 我为什么要做这个决定 我为什么要选择这样子的事情 你的目标是什么 你的动机是什么 请问你做这个决定 是因为想赚更多的钱吗 你做这个决定 是因为我想让我的时间更有弹性吗 那为什么我的时间要更有弹性呢 我做这个决定 是不是我想能够完成上帝 在我生命当中的梦想 或是上帝对我生命中的呼召 很多时候当我们更多的去仔细的分析 我们的目标还有我们的动机的时候 常常答案就自动浮现了 如果你真的愿意倚靠神 你不那么急着做决定 不是那么充满激情 或者只是一股脑的想要这么做 就做决定的话 你稍微沉淀一下想一想 到底你为什么需要做这个决定 为什么你要做这个选择 那背后的动机是什么 如果你有很清楚准确的动机 那么我相信你做的决定 八九不离十都会是正确的 圣经鼓励我们 我们的动机要准确 我们的眼光要正直 我们来读一下这段话好吗 来 你的眼目要向前正看 你的眼睛当向前直观 不可偏向左右 要使你的脚离开邪恶 如果你做了这个决定 有一些掺杂 有一些欲望 有一些不对的东西在背后 不管是在动机上 在目的上面 那么你都需要再重新审视一下 圣经鼓励我们 不要有邪恶的成分在里面 不要有神所不喜悦的因素 在这个当中 如果有的话要去处理 要去面对 然后你的眼目要正直 你的眼目要准确 这些都帮助我们很清楚的设定 我们的目标 如果你的人生有很准确的目标 而且跟一切的罪都脱钩 那么我相信你做了很多的决定 都会是非常正确的 我求主帮助我们 太多时候我们做决定是因为 我就是喜欢 我就是要 或者我们里面有一种欲望 我们想满足那种欲望跟感觉 那么如果你常常用这样子的 用感觉 用自己想要的来做决定的时候 你其实已经可以回头看你的人生 你曾经犯过很多的错误 在这样的事情上 难道你要继续这样子吗 你要继续往前 用这样子同样的态度做决定吗 还是你愿意停下来 眼睛看正确的方向 然后审视你的动机里面 没有邪恶的成分在里面 如果你愿意这样子 其实这就是一种倚靠神的态度 这就是一种准确的根基 当你有这样的基础的时候 再来你要做仔细的计划 我们读一下 来 精明的人都按知识行事 就是你做这个决定的时候 你要搜寻足够的资料 你要足够的参考的一些的讯息 好让你做出准确的判断 我想这是有时候是比较技术面 成知识面的 这个我们也需要去注意 如果你注意了你的动机跟目标 你也仔细的分析做事情的方法论 那么我相信你大致上 把一些的根基都打好了 讲到做决定的时候 讲到这个明白目标跟东西 我就想起我自己的人生 我认为我的人生做一个最困难 而且重大的决定 就是我决定要不要建立旌旗教会 那我今天稍微反思了一下 是否开始要旌旗教会 是否要开始 对我来讲是我人生重大的决定 那我就在想 我现在回想我的人生 那个时候我怎么做这个决定的 确实我在仔细的分辨 我的动机是什么 那我就发现那个时候我的想法 我真的很期待自己的一生 能够被神使用来宣教 来传福音 能够去执行耶稣的大使命 我真的有一个很强烈的心态 想这样子 我知道这个决定对我来讲 是非常巨大的 因为这本来不在我人生的 节目里面 我本来就没有预设我未来要当牧师 要成为 要建立教会 所以当一个人生来到这样一个季节 我有机会做这个决定的时候 对我来讲是一个非常重大的决定 但是这个重大的决定 我在审视我自己的时候 我就在想到底我为什么 一定要做这个决定吗 我做这个决定的动机是什么 我仔细想一想我发现 确实我真的很期待 上帝能够使用我的生命 能够来宣教 能够来传福音 能够去执行耶稣的大使命 我那时候有一个想法 我不知道是我自己想的 还是圣灵帮助我这样子想的 就说现在有一个机会 我们原来的这个旌旗使命团 这个团队有可能成为一个旌旗教会 我要不要这样子去做 要不要做这个选择呢 那个时候我有一个想法 就是说万一我选择错误了 万一我做失败了 那么怎么办呢 就是很丢脸的 再回到自己原来的教会 坐在后排很后面的地方 然后就说我回来了 大家不要注意我这样子 那就这样就好了 然后觉得然后工作 可能再重新再找个工作 因为已经离职了 离开职场了 可能再去找一份工作 还好手 好脚没关系 可以再打拼一下这样子 那大概就这样想 那最差不过是如此 嘲笑一番人生就过去了 那我觉得那这样子也还承受得住了 然后我想那我不希望怎么样呢 我不希望有一天 因为我36岁开始旌旗教会了 我不希望有一天我86岁的时候 回想我的人生 说我36岁的时候有一次有机会 有可能去建立教会 那么就有可能多一点传福音 但是那时候因为没有做过教会 也没有经验 害怕失败 所以就没有去建立了 那现在86岁的想一想觉得 好可惜 如果我能够再来一次 我很想去冒险看看 我很想去试试看这样子 好 那个时候是我的想法 我不希望我86岁的时候才来后悔 我36岁的时候没有去试试看 去回应神给我的感动跟负担 去传福音 宣教 执行大使命 好 那个时候我一直在审视 到底是我的动机 到底是我觉得我很厉害吗 我很强吗 我想表现自己吗 我真的觉得我很想看见 福音能够被更大的广传 那我的目标是什么呢 我很期待福音 基督的福音 大大的祝福台湾 中国 还有亚洲 诸国 甚至整个世界都认识主 你说心未免太大了吧 但是我就觉得说 我就是很想要这样子 因为我从小在教会长大 后来也更认识神 我知道在神没有难成的事情 我已经对神有一些的认识了 那如果神给我一个人生 有一个机会可以这样做 那么我真的很想把福音传遍台湾 中国 亚洲 还有这个世界许多的地方 那就是我的期待跟我的目标 然后呢 我的计划是什么 首先我要形成团队 我要确定哪些人愿意一起做 不是轰不隆东自己这样子乱做 不是 还有我们要一起学习 如果这个团队形成之后 我们一起学习如何运作小组教会 因为那时候神给我们一些方法论 我们要一起来学习 我们要学习怎么样来培育神的儿女 都成为耶稣基督刚强的门徒 事实上我们学 我们有非常多的研究 非常多的资料的收集 有很严谨的计划 但是仍然我们必须要回到动机里面 回到我的目的是什么里面 来做这些的审视 今天我很感谢神 让我们那个时候 做了这一些的动机的判断 来做这样的决定 那时候我想说如果输了就算了 这样子 但是我那时候有一个感觉就是 那万一如果这个真的是神的胎领 如果真的是这样子 这个世界会被我改变 那时候我们那一群人 小小的一群人 我们就觉得这样子 彼此自嗨的不得了这样子 当然其实后来 我们还是遇到很多的挫折 不过不管怎么样 这些年日来我们看见神 有很大的恩典在我们的当中 我要鼓励大家的就是 你要不要做正确的决定 特别当你人生要面对一个很重要 很重大的决定 其实你不要觉得那个决定 只是你自己 通常你做一个决定 你会影响你的人生 影响你的家人 甚至会影响整个世界 所以做正确的决定 其实是非常重要的 而且非常力量 非常有影响力的 我今天要鼓励每一个人 第一件事情 你要做一个动机跟目标的澄清 到底你是为什么动机 你的目的是什么 要来做这个决定 第二件事情 你要依循神的法则 这件事情比较复杂 但是也不是那么困难 意思就是说你要知道 神行事的原则 当我们越认识神 或者越认识神的话语 越认识神的法则的时候 我们做的决定会更加的正确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需要更多的 来认识神的话 来更多的认识神是很重要的 神很爱我们 神有很多讯息想要让我们知道 但是如果我们对神 完全的无知 不了解 那么我们就很难运行在神 对我们人生的带领当中 神对我们一生有美好的计划 这是我们这个系列一直在讲的 但是神要帮助你在这些 做决定的过程当中 神要你更多的认识祂 神要你了解祂行事的法则 神要你跟祂合作 一起完成上帝在你生命当中 那一份最美好的计划 讲到法则 我很喜欢圣经上有一句话 我们一起来读一下 来 如果读完这段圣经 你有什么感觉 你觉得上帝让摩西知道上帝的法则 但是神只让以色列人 晓得祂的作为 这到底是什么意思 我的解读是这样子 以色列人知道神做了什么事情 红海裂开了 白天有曼娜可以 早上可以有曼娜去捡 晚上有火柱 白天有云柱 神行了十个大神机在埃及 所以我们能够被法老王解放出来 释放出来 对以色列人来讲 他只看到这些的事件的发生 但是摩西知道什么 摩西知道why 所以下面我要这样回答 摩西知道why跟how 但是以色列人只看到what happened 发生了什么事情而已 但是摩西知道为什么神要做这件事情 而神是怎么运行的做这件事情 所有的旌旗家人 所有的弟兄姐妹 请你仔细的听我说 基督徒有很多种 神的儿女有很多的层面 我鼓励你成为那种 知道神的法则的人 而不是只是看见神 为什么神这个祷告没有成就 那个神祷告怎么帮我成就 为什么神做这件事 为什么神做那件事情 我们看见神做很多的事情 可是你要去了解更多的 不是神做了什么事情 而是神祂为什么做这件事情 而祂如何运行的 祂的原则是什么 当你能够越来越了解神的法则 神的坏跟神的好的时候 那么你在做很多人生 重大的决定的时候 你就会更准确的 按照神的真理跟原则 来运作你的人生 有时候我常常觉得很可惜 跟遗憾的是 有些人虽然他是基督徒 他对圣经也是了解 可是他一做起决定来 跟这世界上的人完全一样 完全一样 人家认为什么是好他就是好 人家认为赚钱很重要就赚钱很重要 有些人恐惧晚年 他就恐惧晚年 你知不知道神啊 你知道神 神祂有祂的原则 你说那我怎么知道神的法则 我如何得知神的法则 圣经非常重要 请你跟我说圣经很重要 教会生活很重要 我们在教会生活 我们在读圣经 就是要帮助我们更多的认识神 还有认识神行事的风格 我们的神是一位有位格的神 常常在神学上面说有位格 这个是比较神学的字眼 比较通常 通俗的字眼就是 我们的神是一个人格化的神 意思就是说你认识一个人 请问你相不相信他有他心事的风格 有吗 有 有他的喜好 对吧 你越跟他走在一起认识久的 你就知道他喜欢什么 他不喜欢什么 他做事的风格是怎么样 我们的神就是这样子 我们神有喜欢什么 有不喜欢什么 我们的神有祂做事的风格 那么你要去了解神 祂做事的风格 祂的原则是什么 如果你能够越认识祂 越了解祂 你就越能够跟神配合 那么你的人生就更充满 神的同在跟引导 那这就是你要依循神的法则 很关键的地方 当然有人说 那我要怎么样能够更多的认识神的法则 让我说明一下 在圣经当中我们可以从许多圣经历史上面 信心的人物学到神许多做事的法则 为什么QT很重要 为什么读圣经很重要 就你可以从 因为圣经是一个历史的事实 为什么我们今天要读很多的圣经 因为神在历史上做事情显明 祂行事的风格 我举几个例子来说 例如我们从约瑟跟但以理的人生 我们就可以了解神的法则是这样子 祂运筹帷幄 掌管历史 祂是一个掌管历史的神 约瑟在青少年时期 祂就做了两个异梦 祂知道祂有一天会成为很重要的人 因为神跟祂说 祂有一天会成为很重要的领袖 所以约瑟有解梦的能力 那为什么解梦 因为神告诉祂未来会发生什么事情 所以当法老做一个无人能解的梦的时候 约瑟去跟法老王说 你的梦的意思是这样子 接下来有七年的丰年 再来有七年的荒年 所以你要准备古仓 好好把丰年时候的古物收藏起来 来迎接后来非常饥荒的七年 法老王说 这么厉害 那就你来做了 那后来 那约瑟怎么知道 因为神掌管历史 果然后来整个的埃及全地 还有当时候的世界 进入七年的大丰收 然后接着七年的大饥荒 你就知道说神掌管历史 但以理 如果你看但以理书你更惊讶 但以理解 你不讲尼撒王的梦 那个大象 那个预表的历世历代的帝国 跟人类的历史 后来但以理之后 果然人类的历史照神所说的 这样子发生 哪里有一个神 从古远的以前就指着未来说 未来一定会发生什么事情 只有圣经这位创造天地万物的主宰 祂是运筹帷幄掌管历史的神 今天地球上有一个国家叫做以色列 这个以色列的复国早就在历史上面 神早就发了预言 我在讲的是什么 神是一个运筹帷幄掌管历史的神 如果这样子其实你会很有安全感 你知道不管怎么样 我知道我这位神 祂是掌权的神 那当然还有很多故事我们可以学 再来你从大卫亚伯拉罕或摩西的一生 你可以了解到神的法则是什么 如果神要在这个地上做一件事情 神如果要在地上执行祂的计划 那么神的原则就是祂会拣选人 锻炼人来使用这个人来成就祂的计划 我常常这样在想 摩西 神要使用摩西来回到埃及 去把以色列人整个救出来 去到应许之地 我有时候在想说 神你干嘛这么大费周章 你去找一个老人 八十岁的老人 然后叫他这样 扣到埃及去跟法老王这样挑战 挑战 挑战了半天 然后这样他弄来弄去 不想出来这样子 那当然最后还是出来 干嘛那个搞一大堆复杂 你只要再派一个大能的天使 米迦勒出现在法老王面前 米迦勒跟法老王说 让我的人走 走 离开 法老后才不干 好 先逼死你旁边的大神 全部死掉了 要不要走 才不要 生病 全身长麻疹这样的 那这样法老王说 去去去去 只要一天就搞定 那你干嘛要这样子 这样 这样子 这样子 我告诉你这就是神的刑事风格 请你跟我说这是神的刑事风格 神就是要找人跟祂合作 神在历世历代要执行祂的计划 执行祂的旨意 神找愿意的人跟祂合作 如果不是这样 你现在每天都可以看到天使在天空 回来 飞去 飞来 飞去 那神要找什么人 那就是good question 神要找怎样的人 我告诉你神就是找那些 愿意的人 神愿意拣选人 而且训练他 而且使用他 来成就神伟大的计划 讲到这个法则 我就顺便讲一件事情 你不要觉得你平常私生活 都没有关系 我告诉你神的眼目遍查全地 神从来都不会被任何事情隐藏 你私下的时间你很难饶恕 可是你愿意选择饶恕 我知道对很多人这是很艰难的事情 可是他愿意试着去选择饶恕 我告诉你神没有瞎眼 神看见你的努力 有些人可能有不好的习惯缠身 他选择今天不嗑药 今天不看A片 今天不去不良的场所 对别人来讲可能很简单 可是对他来讲是很征战 我今天不酗酒的 不喝酒的 我今天打电脑玩戏 我今天十二点就关门睡觉 这为大家厉害 你了解吗 我在讲什么 神在拣选什么样的人 不是你外面我站在台上你很厉害 你很风光 你很圣洁 神在拣选的都是那一些心里面 挣扎的愿意来依靠神 遵行神的话语的人 其实大卫是很有意思 如果你看我为什么把大卫写出来 亚伯拉罕跟大卫都是神拣选的人 大卫很有趣 大卫那个时候被神选为以色列的 下一任的君王 如果你注意看历史的故事是这样的 那时候先知叫做撒姆尔先知 以色列有一个王叫做扫罗王 那扫罗王也是神拣选的 透过撒姆尔去高丽他的 可是后来扫罗王一直的违背 撒姆尔先知给他的提醒跟劝告 他背逆神的命令 后来神跟撒姆尔先知说 我已经厌弃扫罗做以色列的王 所以撒姆尔你要去到 伯利恒耶稀的家 我要从耶稀的孩子们当中 高丽一位 成为下一任以色列的王 当撒姆尔听到神这样的指示他的时候 他立刻遵命行事 他就去到伯利恒 然后去耶稀的家 其实那个时代 这是一件非常政治敏感度的事情 为什么 因为大家知道撒姆尔是全国的先知 所以撒姆尔去哪里 大家都很紧张 是不是要去高丽下一任的王了 可是现在的王还在 扫罗说 撒姆尔去哪里 高丽下一任的王 哪里有下一任的王 敢这样子来杀掉那地方 所以在政治上是很敏感的 所以当撒姆尔到伯利恒的时候 他全城都很紧张 撒姆尔说 没事 没事 来献献祭 吃吃饭这样子而已 当然也是献祭 也是吃饭 但是还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要办 他就去到耶稀的家 耶稀当然知道撒姆尔来到家 一定是有好事情发生 然后撒姆尔就跟耶稀说 把你的儿子通通叫出来 然后耶稀说 赶快 老大老二 老三一字排开 哇 下一任的王在我们家 都爽了 OK 然后撒姆尔就一个一个看 哇 这老大 体格魁梧 雄壮 这非常像王的样子 这个应该是王 然后问神 神说 不是他 第二个 老二 眼睛炯炯有神 博士硕士 这学历非常高 看起来就很聪明的样子 这应该是以色列的王 神说 Excuse me 不是他 那第三不是 第四不是 第五不是 第二不是 都不是 撒姆尔第一次人生感到很困惑 我从来没有听错神的声音 为什么这一些都不是 难道我去错家了吗 他就问耶稀说 耶稀 你的儿子通通在这里了吗 耶稀说 还有一个 可是 小孩子 小孩子 撒姆尔说 什么小孩子 不是 叫他回来 他不回来 我们不吃饭 所以这个耶稀赶 把那个小大卫叫回来 那些姚儿 姚儿 在外面放羊的孩子就这样子 然后圣经记载 大卫这样跑回来脸红通通的 也进到家里 在喘的时候 圣灵就跟撒姆尔说 就是这个孩子 起来高他 然后撒姆尔就把高油 高在大卫身上 如果你仔细看圣经 那个时候圣经补了一句话 这句话很重要 请你跟朋友说这句话很重要 神跟撒姆尔说 人是看外貌 耶和华是看内心 我再讲一次 人是看外貌 耶和华是看内心 有时候我在想说 按照圣经学的研究 大卫那时候大概是13岁到15岁之间而已 还是基本上是一个孩子 他在外面放羊 你知道有时候连你父母亲都会忽略你 你同意吗 我们家家生 还有吗 还有一个孩子 对 还有一个孩子 有时候叫名字叫 叫不到你的名字 叫哥哥的名字你知道吗 有时候这很挫折 我在家里面我到底有没有存在 我告诉你 就算你的父母亲忽略你 神会忽略你 阿们吗 你知道为什么 我常在想说为什么神选大卫 我自己常常在想 那个时代在伯利恒的郊区 在放羊的孩子到底有多少人 答案是成千上万 那为什么成千上万的牧童 神只拣选大卫 为什么 好问题 请你跟他们说你要问对问题 很重要你要问对问题 为什么 因为神的眼睛没有瞎 我告诉你神是眼睛很明亮 你如果仔细看圣经后来的记载 还有诗篇有非常多大卫的诗 你就可以了解他在青少年 是在儿童的时候 他常常在外面放羊 他一个人就要管理那么多的羊 有时候需要在旷野过夜 在那个时代是这样子 可是圣经记载 大卫常常在外面放羊 就看到神所创造的天地万物 那么的美好 他就用诗歌赞美神 他看到晚上的星空是这么的灿烂 他在那地方敬拜神 他会弹乐器 到底弹什么乐器我不知道 叮叮叮什么之类的 你怎么知道他会弹乐器 因为后来你知道扫罗被邪灵搅扰的时候 扫罗说找一个人来弹乐器给我听 这样我可以轻松一点 他们就找大卫 显然大卫的音乐很强 请你跟他说大卫的音乐很强 所以你知道大卫后来 建立大卫的会幕的时候 人类第一个七十七站在那地方 大卫二十四小时轮班敬拜神 所以你知道大卫的心是怎么样 虽然他在外面木桶在放羊 可是他的心对神充满敬畏 他的心充满对神的赞美 他的心常常在那地方作诗赞美神 这是一件事情 还有呢 大卫常做什么 大卫常常练功 练甩十指你知道吗 那个野兽来了 什么松胸来了 就逃掉 他保护他的羊 所以他武功练得很高强 所以当格利亚出来叫战的时候 没有人敢出去面对格利亚 大卫说开玩笑 他怎么可以骂以色列人的军队 我出来 青少年了你出来什么 但是因为他常常打败过野兽 打败过那一些很凶狠的动物 为了保护他的羊 所以大卫平常在做什么 我的问题是 神为什么在千万人当中拣选大卫 因为人看不见他 连他父亲都不知道他在搞什么的时候 他心里面在敬拜神 他常常就在练习 练他的武功 请问你平常在干嘛 来旌旗教会人那么多 修哥都没有看见我 其实我很厉害 修哥应该注意到我 你不需要被牧师注意到 神没有忽略你 阿们吗 我告诉你我们的神没有瞎眼 我们的神睁眼看侧耳听 你在独处的时候 你个人的私生活里面 你做什么事情 如果你很坚定的 主我要过圣洁的生活 主你帮助我脱离我一切的软弱 主帮助我认真的寻求 你帮助我做这个决定 让我知道怎么样做 是你所喜悦的决定 如果你有这种心 神没有瞎一眼 我跟你讲 神知道你的心 神就一定会来帮助你 我今天要鼓励所有人 这就是神的法则 神拣选 锻炼 并且使用人 来成就祂的计划 神在你身上当中有许多的计划 有一天我们到天上 我们不能够神说 神 那旌旗教会人那么多 修哥都没有看到我 我的屈幕都不知道我 我那很厉害 他们都没有用我 我告诉你 你没有办法跟神这样讲 神有 当然神有祂的季节 祂的时候 可是如果你认真的愿意 你了解神的法则 神可以从千万人当中 选择你 拣选你 去做神要你做的事情 而且神给你很多的资源 来帮助你成功 这就是我们的神 你要知道祂行事的风格 这就是祂做事的法则 如果你这样子认识神 你就不怕你是八十亿人口分之一 我只是七八十亿人类之一 我能够做什么 你管 神就有办法在八十亿人口里面 去找到你这一个人 然后萧祥修在这里 我们的神很厉害 这就是神的法则 从圣经中不同的人物 他们生命的历程 我们可以学习许多神的法则 在圣经的旧约的真言 还有新约的福音书 还有保罗书信 这里面有很多很实际的教导 很务实的来显明神的法则 我随便举几个例子来说 例如新约圣经告诉我们信心法则 神选择用信心来跟我们建立关系 有一些宗教说你要做好事 你要捐献很多 你要品格很好 你要很有爱心 你才能够跟神建立关系 圣经说那不是那些很好 但最重要的不是这样 圣经说你们因信怎么样 被神诚意 就是说你怎么样跟这位神建立关系 不是你把自己修好了 炼好了 罪都没有了 奉献很多钱 很有爱心的 神说好 那你可以来 不是 神说你只要说主啊 我愿意相信 你好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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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抱起来 就请你 这就是我们的神 你要了解这是神的法则 所以任何一个人说他 我愿意试着相信神 神就接纳他 阿们吗 没有门门侃侃的一大堆东西 圣经告诉我们私语的法则 圣经说私比受怎么样 更为有福 你相信吗 如果有些人说 你知道有些人心里面过着很贫穷的生活 他不一定没有钱 你相信吗 有些很有钱的人很吝啬 通常很慷慨的人不见得很有钱 关键就是你愿意分享愿意给 来祝福自己的生命 也祝福别人的生命 圣经说私比受更为有福 祷告的法则 祷告是一个奥秘 神为什么要你祷告要我祷告 因为神要邀请你参与祂的计划 所以神要你向祂祷告 神要把你心中想要的跟神说 那么神做事情 你才会把感谢归给神 透过祷告神在跟我们互动 所以神设立祷告的法则 让我们可以参与神的工作 中心的法则 中心的法则是什么 你在现在的事情上面认真的做好 就会有下一个门为你开 你在这一个阶段当中 把你的责任都尽到 那么下一个阶段的产业跟荣耀 神就向你显明 如果你现在没有做好 你很难往下一个阶段去 所以圣经说在小事上中心的 神就给你更大的事 阿们吗 所以这些都是神的法则 舍己法则 你要放下自己 你才能够成就自己 失去生命的将得着生命 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 死了 人就是一粒 若死了就结出许多子粒 我要再写 我可以再写一百个法则给你 可以吗 我只是在说 你如果越认识神 越了解这一些圣经的法则 用这些法则来运作你的决定的时候 那么你许多的决定将是正确的决定 神鼓励我们要有这样子的认识 对神的认识 我们才能够做出正确的选择 求主帮助我们 这些法则都是非常非常的关键 很多人都以为 这个世界认为对的就是对 大家都说好的就是好 我们读一下这句话 来 圣经告诉我们要很小心 你不要跟随这世界上的声音 大家都对的事情你就去做 如果你一辈子都跟随 大家都认为对的事情去做 结局就是死路一条 圣经提醒你 那到底我的标准在哪里 那我要依循什么 圣经说你要依循神的话 我很喜欢下面这书圣经节 来 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 是我路上的光 所以为什么认识神的法则 认识神的话语 对我们做决定是那么的重要 这样子我们人生许多道路的选择 神就会引导我们 我们就知道该如何做判断 这个世界有许多的思潮 价值观 信念 想法 来来去去的 这个世界一下子认为这个对 一下子认为那个对 一下子以前是错的 现在是对的 所以这个世界有很多的风浪 不同的思潮来来去去 请问你的人生都是跟着这些浪潮 来来去去吗 我们需要好像一艘船 有毛抛到深海 绑住海船 以至于有风浪来的时候 我们的船不会随风 随着浪潮飘走 那那个不动的东西是什么 那个定根的东西是什么 圣经告诉我们就是神的话语 这个世界东西会消失又来 来了又消失 只有神的话永远立定在天 我们读一下这段圣经节 来 阿们吗 圣经上告诉我们 所以如果你以神的话 作为你生命做决定的根基 你用神的法则来做决定 那么我告诉你 你的生命会被神带到一个荣耀的地步 你的生命会被神带到一个 你无法想象被神成全的地步 这是我要鼓励你的地方 第三个很重要就是寻求属灵的遮盖 你说这个意思是什么 这个意思就是当你做一个重大的决定的时候 你需要来问那一些为你祷告 那些在属灵上面遮盖你 然后带领你 还有为你祷告的属灵的领袖 也许是你的小组长 是你的区长 是你的区牧 是你的牧师 圣经告诉我们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则 通常我们会自己想做决定 或者我们心里面已经决定了 我们并不想征询别人的意见 我今天鼓励所有的人 如果你要做一个重大的决定 对你的人生影响很深远的决定 你第一个要厘清你的动机跟目标 第二个你要审视你会依循神的法则 第三个你最好要跟你的属灵的领袖们 请他们为你祷告来遮盖你 好 圣经上有一句话我很喜欢 我们一起读一下 来 圣经讲得很清楚 有一些人他们引导你们 帮助你们更认识神 帮助你们为你们常常祷告 为你们灵魂惊醒的人 这样子的人你要依从他们 当我们在讲属灵遮盖的时候 我们不是在说 他们要在你的专业领域 或者你的技术层面上 或在市场分析上面来引导你们 不 我不是这个意思 他们未必有这些专业的知识 但是他们可以在属灵上面引导你 你说这是什么意思 第一个 他们可以为你祷告 第二个 他们可以给你属灵的 原则跟洞见 例如你可能不是那么了解神的法则 可是你可以把你现在要做的决定的事情 带到这些属灵的遮盖跟领袖面前 你跟他们谈你怎么思考 你怎么想这一个决定 他们就会给你提供建议 那么从神的法则来看 那这个决定当中有哪些东西是要注意的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婚前辅导很重要 我们教会的婚前辅导是非常专业的 我们除了个别谈之后 我们还有检测 还有电脑 当然很多东西不一定这么夸张 但是因为婚姻很重要 所以我们对婚前辅导很专业 可是在人生很多的决定一样也是一样 他们会帮助你 提醒你注意哪些事情 还有他们为你祷告 帮你领受从神来启示性的话语或者图像 这一些可以成为你很重要的参考 当然在教会里面我们要声明 不是说这些属灵的遮盖 要来命令你或者规定你 或者强迫你来挟制你做什么决定 不 绝不 绝对不行 如果有领袖这样做请你告诉我 我们没有权利帮你做决定 但是我们有责任告诉你 你面对这个决定的时候 你要注意哪一些原则 注意哪一些重要的地方 如果你愿意把你的决定 带到你属灵的遮盖面前 请他为你祷告 请他帮你分辨 请他给你一点建议 那么我告诉你 你做错决定的可能性将大幅的降低 神鼓励我们这样子做 所以神给我们这段圣经节 鼓励我们彼此遮盖 彼此谨醒祷告 来帮助彼此做出正确的选择 很多人做决定都自己私下做 自己认为对就这样做 我们来读一下这段圣经节 来 下面这段话我也很喜欢 来 打仗要有充分的自谋 谋事众多 今天你愿不愿意去征寻一下 你的决定 通常这个很需要谦卑 但是其实谦卑就是一种智慧的表现 我们都知道一个铜板有两面 让我告诉你 智慧的另外一面就是谦卑 太多时候我们都已经想完了 我们都已经决定了 我们都认定了这样就这样就就对了 我们并不想去请我们的属灵的遮盖 属灵的领袖为我们祷告 帮我们分辨一下 那我今天鼓励你也挑战你 他们不是要来挟制你 他们不是要帮你做决定 他们只是提出一些属灵的原则 给你参考 然后你自己最后做决定 我相信如果这一些东西你都顾虑到了 你都参考进去了 那么你做的决定将更有效的 做出正确的决定 好 如果你这一些都做到了 你有厘清你的目标跟动机 你也依循神的法则 你也有属灵的遮盖来做一些决定 那当你勇敢的做出正确的决定之后 下面这个目标我给你 那么你就要勇敢的信靠神 去落实所做出的决定 为什么我要写这个标题 因为我发现有很多人 他们经过很认真的寻求过程 他们很勇敢的做一个决定了 好 这个决定是对的 但是决定做下去之后 开始充满许多的惧怕 这样对吗 我会不会太天真的 这样子怎么行 我这样会有钱吗 这样子我怎么办 怎么办 彼得很勇敢的做一个决定 当他在海上看见耶稣走过来 彼得跟耶稣说 如果是你我也要走过去 耶稣说好 走过来 彼得很勇敢的做一个决定 走在海面上 我要走过去 但是彼得突然发现旁边的风浪实在太大 他觉得我怎么可能走得到耶稣那 我怎么可能可以走在水面上 就啪 掉下去了 就瞬间就掉下去了 我要讲的是很多人 也许他按照这些的原则 他做出一个对的决定了 可是他真正去落实的时候 他被恐惧淹没 他就害怕了 他就退后了 耶稣曾经说 守抚着离向后看的人 不配进天国 我今天要鼓励许多人 很多时候你不是做错决定 而是你已经做对的决定 但是一旦做最的决定的时候 你要鼓励 我要鼓励你 勇敢的往前走 很多人说我知道这个决定是对的 可是我看看适当的时期 我再来执行它 我心里觉得我会这样做 可是我看状况 看状况 我再来落实它 圣经上有句话我们可以读下来 老看风似的永不撒种 老望云色的永不收割 这就是一个没有什么收成的农夫 他都在看状况 看状况 你没有办法这样子 这样子你的决定是没有意义的 那为什么我们走下去会走不下去呢 恐惧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 我们读一下这段话 来 惧怕人的陷入网罗 唯有倚靠耶和华的必得安稳 当你做一个对的决定的时候 你要很勇敢的往前去 不要让惧怕在你心里面生根 我再次说 有许多人人生做决定的 最重要的根据是惧怕 我怕我老了没钱 我怕我生病 我怕怎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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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人生一切的决定都是因为怕 怕是很大的力量我跟你说 你能不能你人生的决定是信 恐惧的相反是信心 那我们的信心不是飘飘茫茫的 用内心挤出一点牙膏说 我有一点信心 不是这样子 我们信心的根据是神的话 请你跟我说神的话 神怎么说 神的法则是什么 我相信神这么说 神就一定会帮助我 那这就是你信心的根源 如果你倚靠神 你有信心 你心里面就得安稳 你知道你做这个决定 你不是孤单一人 神一定帮助你 我们来读这段圣经 来 神若帮助我 谁能抵挡我们 我告诉你这是非常重要的 为什么我们今天最后要讲这个 很多人不是做错决定 也不是做了错 他做了正确的决定 可是问题是他果足不前 他走三步退两步 然后再退五步 这样子 那这样子你怎么能够去执行 上帝在你生命中的计划呢 其实我在讲我自己 当我决定要建立旌旗教会之后 我是经过很多的祷告寻求 很勇敢的 掺掺掺 下去了 就做了 到了第二年 我有一段时间陷入极深的恐慌当中 因为我发现教会在怎么做 就是五六十人 五六十人 我卡住了 然后我去服事也没有果效 为别人祷告 鬼也赶不出去 然后什么事情都做 连我牧师来了 神你也给牧师一个面子一下 我赶鬼 那鬼出去一下 也没有 没有出去 就这样子 那在这个过程里面我觉得我毁了 那教会就卡在五六十人 那我的建筑业我回不去了 这样你了解吗 那就我就卡在那地方 我有三天的时间 最严重有三天的时间 我陷入在一片的低潮 我几乎每天被恐惧淹没 我很能够了解这种感觉 一个人为什么会充满恐惧 因为你的焦点在自己 我没有办法 我完蛋了 我死了 我没钱了 我没有路走 那三天我非常黑暗 当然神帮助我 把我的焦点转向神 我很了解彼得 彼得走在海面上的时候 他不要看风浪 他不要看自己 他定金在耶稣身上就好 因为耶稣叫他去 对不对 他就可以走到那边去了 但是我们很容易被环境恐吓 今天我要说 当你做出一个正确的决定的时候 你要勇敢的往前去 当你愿意这样子 勇敢的信靠神往前去的时候 神一定会与你同在 神一定帮助我们 当然有人会问一个问题 如果我都照这些原则做了决定 那会不会仍然做出一个错误的决定呢 那如果我已经照修哥你说的 我也厘清我的目标跟动机 我没有不好的动机 我的目标也很好 然后我也依循神的法则 我真的是按照神的法则来运作 我也有属灵的遮盖位 我祷告他们也很平安说阿们 然后那这样子 那到底为什么我今天会 来到这个地步呢 好 其实你跟朋友说好问题 我们以摩西做例子 摩西在四十岁的时候 为了帮助以色列人 他打死了一个埃及人 这个固然是一个错误的决定 但是神有没有再给他机会呢 有 神再给他机会 所以让他有机会重新出发 后来在旷野燃烧的荆棘当中 他第二次做出决定 他接受神的呼召 回去埃及向法老王要求释放以色列人 这一次的决定应该是正确的 是 是正确的 但是如果你看圣经记载 他遭遇到前所未有的 内外夹击跟反对 为什么呢 因为他回到以色列人说 神派我来拯救你们 但以色列人说你是谁 然后就跟法老王说 Let my people go 释放我的百姓 法老王说你是谁 你那么厉害 加重劳逸 加重刑罚 专不能少 不给他们炒 全部都要如数交出来 所以以色列遭受更大的压迫 所以以色列百姓说 我们平常已经很累了 你不来还好 你一来 我们被逼迫更惨 所以你知道摩西一开始领导的时候 里外不是人 摩西就觉得 神你把我弄到什么田地 你这样子是什么意思 我告诉你 如果你做的是一个正确的决定 你不要觉得从此一帆风顺 哈雷路亚 资奔天堂 不会的 你会面临很多的挑战 很多的困难 你会很怀疑你做的决定到底对不对 这个时候为什么你需要信心就是这样子 我今天要鼓励所有的人 摩西没有因为这样倒下来 如果我们认真的回应 按着神的法则来做决定 就看 就算看起来好像错了 神仍然有恩典帮我们带入正路当中 我们也因此会学习成长很多 阿们吗 新约还有一个人叫做马可 马可这个人很有意思 马可他本来跟着保罗跟巴拉巴 他参加第一次的宣教旅行 可是他走到一半 他实在是吓到了 吓坏了 他就跟他们说不要 我不去了 我回家了 所以他就回去了 所以当保罗跟巴拉巴要进行 第二次的宣教旅行的时候 巴拉巴要带着马可 保罗说不行 我不要马可跟 因为这是个胆小鬼 他不能 他我们的团队里面 不可以有这么没有信心的人 所以他就拒绝他的参与 所以马可被保罗 好像这个秉除在团队名单里面 看起来马可他做错一个决定 但是如果你看新约圣经到最后 保罗的书信里面的晚年 他说请你把马可带来 马可对我在宣教传福音上 有极大的帮助 换句话说保罗在他的晚年 非常认可马可 显然马可他有没有改变 他改变了 而且他还写了一本书叫做 《马可福音》 你知道这就是 神总会给我们机会的 神会再一次的给我们机会 让我们可以做出正确的决定 有时候就算你用对的态度做了决定 如果就算他是错的 神仍然有办法帮你带回来 我今天要鼓励所有的人 神为我们预备的环境是 不管你怎么走都不会偏差 你知道吗 哪里有这种事情 我很喜欢这段圣经经文 请读一下 来 我好喜欢最后这句话 就是心路很笨 我很笨 常常做错决定 拱拱这样子 可是也不是痴迷 关键在哪里 关键在有一颗愿意的心 有一颗我愿意倚靠神 仰望神的心 我今天告诉所有的人 我真的把这个系列 真正的核心答案讲出来 你怎么选择你的未来你知道吗 当然有很多原则你要去摸索 去了解 去成长 去学习 可是一个最核心的地方就是 我向着神一直有一颗愿意的心 主 我不懂祢教我 主 我不知道祢指教我 我笨 主祢引导我 圣经说 就算愚昧 祢也不至于私迷 所以回到今天的主题经文 关键在专心仰望 如果一个人专心仰望耶和华 那么神必要引导他的道路 不管这个道路短期看起来 好像做错了决定 好像作对决定 或者怎么样来来去去 心中有很多的疑惑 但是如果你的心愿意继续的 专心仰赖神 神至终必把你带到 神为你预备最荣耀的未来 你生命最美好的计划里面 我们一起来祷告 我要请大家继续把眼睛闭着 在我预备这篇信息的时候 我觉得有一些的感动在我心中 容许我用一些话 来鼓励我们当中一些人 我觉得我们当中有人 不管在现场或分堂点 你过去曾经做出一个错误的决定 这个错误的决定让你自己 还有让你旁边的人 受到很大的亏损跟伤害 你常常觉得 要说你人生有机会再来一次 你一定不会这样子做 你是感到非常的后悔 我今天要跟这样的人说 我相信神有话要跟这样的人说 我的孩子回到我的面前来 你可以带着悔改认罪的心 回到我的面前来 神说我必要帮助你 我必要扶持你 当你有一颗愿意依赖的心的时候 神说我要使万事都互相效力 我要让那个你做错的那个决定 我要给你一个回转的机会 我要使用那个错误 来成为你人生未来的祝福 所以我今天要鼓励这样的人 不要被那个错误就永远把你绑死 好像你就挫折 你就放弃你自己 神说你不要这样做 神说我必引导你 我必带领你 我必要翻转你的生命 这是第一个我要鼓励你的地方 第二种人在我们当中有人 你目前正在做正要做一个非常重大的决定 这个决定会影响你的人生 也会影响很多人 而且这个决定非常紧迫 不能够让你等很久拖很久 所以对你来讲你感到非常的焦虑 你不知道该如何来面对这个重大的决定 今天我觉得神有话要跟你说 神说我的孩子最重要的不是要明白 到底选择左或选择右 选择A或选择B 重要的不是去知道那个答案是什么 我觉得今天神要提醒你 最重要的就是 你有没有一颗专心仰赖耶和华的心 我觉得今天神鼓励你 也许你还对很多的决定感到模糊 可是你今天心里面调好你的态度 你跟神说 神 我真的不知道答案是什么 主 但是我要专心仰赖你 求祢帮助我 我相信这样子神就喜悦 神就要祝福 然后你按照你心中最大的平安 你认为最合乎神心意的法则跟原则 去做一个决定 神说 就算你做错了决定 神仍然要祝福你 因为你的心是对的 因为你愿意依赖神 神说祂必要指引你的道路 我要请每个人继续把眼镜闭着 在我们当中可能有人你还不是基督徒 或者你还不太认识这位神 我很高兴你今天来到这里 听到这篇的信息 可能你人生也有很多的决定 你过去做得很遗憾 觉得很后悔 但是面对人生的未来 你还有很多的决定需要做 你很希望能够做出正确的决定 但是要怎么做呢 我今天鼓励你来认识这位 创造你爱你的神 祂对你的人生一个最美好的计划 当你来认识祂 依靠祂的时候 祂要指引你的道路 帮助你做出正确的决定 也许你要问说那我应该怎么做 如果你愿意的话 我要做一个简短的祷告 来接受跟信靠耶稣 我邀请你可以一句一句的 跟着我来祷告 亲爱的主耶稣 在这个时候 我愿意打开我的心 邀请祢进到我的心中来 成为我的救主 还有生命的主宰 我要请求祢赦免我的罪 宽恕我一切的过犯 带领我的人生 活出祢最美好的计划 我这样子祷告 是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如果你刚刚跟我做这祷告 我要非常恭喜你 我鼓励你继续来到教会 更多来认识这位爱你 创造你的神 好 帮我们从座位上面站起来 我们要对这首歌来回应今天的信息 我全愿意打开我的心 我全愿 线上当作火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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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心结的心 满满是风底 我全愿意 extend 深见 线上微信 我全愿 线上微信 我全愿 爱港 我遇见祢 且请我 信我 怀疼得随祢 荣耀 憧憬 爱祢 将我全然 线上当作破坚 以心结底心 淡满是风银 愿祢是意 成全在我的生命里 有生命的心 伤管我一生 亲爱的阿爸父神 我奉祢的名 祝福每一位亲爱的来宾 朋友 弟兄姐妹 帮助我们都靠着祢 专心的依赖祢 来做出正确的决定 让我们的一生活出最荣耀蒙福的一生 祷告宣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们 把掌声归给神